數位訊號處理器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數位訊號處理器第15單元 這個單元我們將介紹 脈寬條辯 那脈寬條辯是一種非常常用的一種 訊號的表示方式 可以用來控制我們的變頻器以及電源轉換器等等 好那我們來看下去 到底我們怎麼用TI的微控器或DSP 來產生這樣的脈寬條辯的信號呢 然後這個單元學習的目標與大綱 首先我們會介紹脈寬條辯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 它裡面的16位元時間技術器模組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比較邏輯與動作認可模組 然後介紹死代解剖警戒區與事件觸發中斷模組 最後我們會教大家來實作脈寬條辯 在TI的Control Stick上面 那本課程它的大綱與相關文件 主要參考28027的使用手冊 以及C2000 Piccolo One Day Workshop的投影片內容 然後各位同學也可以上網去下載 TI所寫的PWM的Reference Guide 然後可以到這網址去下載 那首先我們要了解脈寬條辯是什麼呢 脈寬條辯是將信號表示成脈波列的方式 脈波跟類比信號我們可以相互間來互相表示 然後主要脈寬條辯是由固定的載波頻率跟一個比較器 跟一個電壓來比較得到一個脈寬條辯信號 所以我們的脈波的正幅是固定大小 所以脈波的寬度正比於此刻信號的正幅 從下圖看到原始信號是一個正旋波 透過脈寬條辯表示之後的原始信號變成像這樣的脈寬信號 所以當正幅越大的時候 它的脈波的寬度也就越大 所以我們做法是可以利用一種窄波 例如說三角形的窄波與原始信號比較 就可以得到PWM這樣的脈寬條辯信號 那脈寬條辯的目的主要是 它可以用在功率電晶體元件 因為我們知道功率電晶體元件 在線性區域不易控制產生出所需的電壓 所以我們想辦法讓它操作在飽和區域 然後可以用作數位控制 只需ON或OFF 所以我們無需持續的輸出電壓 卻可以模擬類比電壓 這樣可以減少能量的耗損 所以常常用在馬達與電源轉換器的控制 這是一個電晶體的圖形 通常我們是透過雜錡電壓來控制我們所需的輸出電壓 那上面有一個DC電源 如果我們把雜錡用PWM訊號來控制的話 我們輸出的電壓也是一個PWM的電壓 然後這電壓就是從DC電源那邊過來 所以可以得到比較高的電壓 那麥寬條變我們會常常提到它的Duty Cycle 它Duty Cycle D怎麼算呢 我們可以知道一個週期假設是P 如果麥坡的寬度如果是T的話 那Duty Cycle就是T除以P乘上百分之百 就可以計算出在一個週期時間內 到底信號是高準規的時候的時間佔多少 就是我們講的麥寬的Duty Cycle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28027 它裡面麥寬條變的相關的硬體 在系統上的關係 我們看到這個圖上 它有許多的EPWM 它這邊的E是代表是加強式的意思 它有許多的EPWM模組 然後每個EPWM模組的功能都是一樣 所以每個EPWM模組可以產生 兩根訊號 所以EA1B 或是2A2B 所以我們這兩根PWM訊號可以接到GPIO去 或是2A2B 或是XAXB等等 那這邊看到說 它這邊有一個 模組裡面 有接一個信號是TripLong的信號 它主要是用來通知EPWM模組 如果有異常情況發生 例如溫度過高 或是系統 時脈時效等等 以免導致我們PWM的輸出 誤動作 因為通常PWM都是控制一些 馬達或是一些電源轉換器 這樣如果是PWM的訊號 如果有問題的話 那常會發生一些危險 所以我們會透過TripLong的信號 來通知EPWM模組 做一些PWM訊號的設定 以免危險 然後相互間EPWM模組 他們可以串接 為了配合相互間的相位 所以它裡面有好幾個EPWM模組 每個模組都可以產生PWM訊號 但是在不同模組之間 我們為了計算彼此之間的相位輸出 所以我們會把他們的PWM訊號 可以串起來 來知道說到底 每個模組之間 PWM訊號的相角 相位是差多少 這邊也可以產生 提供類比數位轉換器的 開始轉換信號 SOC 然後系統的數位比較器信號 也可以提供 EPWM模組 與TripLong產生PWM訊號 所以透過數位比較器 跟TripLong的信號 我們就可以來 設定我們的邏輯 產生PWM訊號 然後EPWM模組 也可以產生中斷到PIE 好 那EPWM與系統的關係的總結 我想這個圖很清楚的看到說 中間是個EPWM模組 它可以產生輸出 也有一些輸入 也有一些輸入 也有一些 中斷輸出到PIE 好 也可以輸出到 類比數位轉換器 的轉換信號 到ADC去 好 所以我們這個 單元會提到 它裡面幾個重要的模組 第一個是 16位元時間技術器模組 接下來是 比較器 比較邏輯模組 動作認可模組 時代模組 解剖模組 警戒區模組 還有事件觸發與中斷模組 這些模組 都是我們在這個單元 一一會介紹的模組 了解這些模組之後 我們就知道 到底 EPWM 到底怎麼來運作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在這一個 part裡面 我們介紹了 EPWM 它的主要的模組 它裡面分了 許多的子模組 在這一個單元裡面 我們將分別介紹 這些子模組的功能 了解這些子模組的功能之後 我們就知道 如何來充分的利用 與設定 我們的 EPWM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下去吧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